大家好,今天是周日啊,下午3点多 今天主要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呀 就是下一个新的热点 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新的热点 就是数字经济,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这么给大家说呢 因为现在我们的行情大家都知道 现在就是这两周的开年的这两波下跌 这不是偶然啊 它就是这个以新能源为主的这些机构宝塔股啊 以新能源为主的,这个机构宝塔股它这种杂盘 就是宣告啊,我个人认为就宣告了这个新能源 当然新能源未来肯定是方向 但是新能源呢,有一些产业肯定会出现分化 你比如说光复里面的硅料 因为这个龙基股份已经降过两次价了 未来产能会不会过剩 那么锂电池里面有没有一些行业过剩呢 我们都不好说 但是我给大家说就是这个行业肯定会出现一些分化 那么机构呢就是这样的 它在这个行业出现分化以后 它必然会寻找一些新的行业 新的行业 那么新的行业肯定是受政策支持的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说什么呀 就是这个数字经济 因为前段时间这个十四五的数字经济规划 这个方案已经发布了 已经发布了 只不过上次我没来得及给大家去细讲这个东西 今天呢就给大家展开了 稍微展开点详细的讲一下 那么涉及到我们的哪些行业 我们上市公司的哪个行业 哪些个股 那么我今天给大家展开的说一下 因为很多知识都是需要 我们要看着屏幕说的 接下来我们去看屏幕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呀 就是因为我刚才给大家说了 就是新能源 这会儿肯定会出现一些分化 咱们具体 它具体怎么分化 我们到时候再说 因为它毕竟这个行情已经走出来了 对不对 未来新能源的这个走势啊 我觉得不会像去年那样 就是整个板块 一个板块 一个板块的涨 那肯定是出现分化 业绩好的 行业有潜力的啊 仍然会有增长 那么这个机构啊 如果一个行业啊 一个行业 我们说的行情 如果出现回调 那么它必然会去找一些新的机会 那么这个新的机会呢 因为这个我们今年 给大家做这个策略报告的时候 因为我的策略报告给大家说过 就是我认为今年最有潜力的就是智能物联网 智能物联网 那么智能物联网正好给这个前段时间 这个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里面 有很多板块的重合的啊 就是这个里面很明确 就是到2025年 就是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 呃增加值啊 占到这个GDP的能达10%啊 那么它的这个发展的目标 大家都能看到啊 首先这个GDP啊 都是10%啊 那么这个包括这个IPV6啊 这活跃用户数啊 还有千兆宽带网的用户数 还有软件信息技术这个规模啊 基本上都是翻倍的啊 尤其这个工业互联网平台啊 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工业互联网平台 这个应用 这个增加值很大啊 增加值很大 因此说我我给大家讲 就是我们今天呢 就给大家 我们就就对这个行业啊 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些了解 就是引起我们注意啊 那么有哪些板块有机构已经进来了 那么我们关注一下啊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这个数据啊 就是这个GDP啊 就是当然它会增加到这个13.6万亿 13.6万亿啊 13.6万亿这么大 那么那那么这个这些行业里面啊 就是给咱们 因为我们咱们做交易啊 就是呃 要关心一套板块和个股啊 这是我们最关心的 那么现在这个数字经济 哪些产业算得上核心产业呢 啊 核心产业呢 就是这个有一个 就是这个文件啊 已经规定了这个重点核心的行业 就是这四个前面四个 数字产品制造业 数字产品服务业 数字技术应用行业啊 数字要素驱动业啊 大家一听这个都不要 叫费劲啊 但是你大家别着急 先知道这个 这 这是四大类啊 那么它合计它有23个 呃 中类 还有一百多个小类啊 主要就包括计算机制造啊 说白了就计算机制造啊 智能设备的制造 电子元气件啊 这设备的制造啊 就是主要是这些 那么我们再具体看一下 就是一些行业 具体的行业 那么这个数字经济的重点 就是因为我去年就给大家讲过 我我个人认为就是5G啊 但是5G呢 去年没应付 长得并不是最好的啊 相反的是半导体和新能源 那么今年呢 我的分析给大家说了 就是数字经济的产业巨大的 潜力巨大的就是5G云计算啊 这个它的复合增长率是最高的啊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里面大家看这个数字经济的重点产业 语言计算 大数据啊 这里面物联网啊 智能物联网 车联网 还有工业互联网啊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工业互联网 这个工业互联网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啊 这个工业互联网 它的呃 刚才我们学这个数据 它的增加数字应该是最高的啊 当然有区块链啊 区块链啊 数字货币啊 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和增强 这个我们就说的简单点 就元宇宙啊 元宇宙呢 咱们那个股票池里面啊 给大家推荐的股票 上周五呢 已经涨了一个20%了啊 就是我们会通过股票池里面 不同的行业 给大家选择不同的股票啊 这是行业 那么接下来就是 我能简单给大家总结了一些 罗列了一些这个行业啊 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啊 就是我们数字经济的产业链的细分啊 大家可以去看这个视频 多做一些记录啊 因为这个数字经济 涉及到的行业非常的多啊 那么5G的话 大家看就前面这几块啊 就是前面这几块 就是属于5G的啊 前面这几块 你像基站天线啊 基站天线里面 我就不给大家说 说什么具体个股啊 就是但是有的票啊 这里面我们都股票池里面 都给大家是做过分析的啊 你比如说这个这些啊 那么还有就是摄屏这块啊 摄屏这块里面有这么多啊 这个尤其这个 这个这个股卖捷科技啊 他继续做基站天线 又做摄屏的啊 嗯 还有这个卓胜威 我就不用给大家说了啊 这行业的个股 我就不给大家提了啊 那么光模块 大家是关注一下的啊 这面光模块里面 呃 有很多的个股 估值都比较低 你比如说这光讯科技啊 新一盛啊 都不是很高啊 横通光电啊 这些都大家都可以去关注去 这个光纤呢 我就给大家讲过一次啊 我记得作为一些视频课 就讲了一下这个长飞光纤啊 烽火通信啊 这些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那么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就多了啊 人工智能龙头的话 就是科大胸飞啊 什么海抗卫视啊 这些啊 嗯 浪潮信息啊 大家去找一些估值比较低的啊 5G这块啊 这里面都是5G的啊 5G的话就是 关注到这个中国移动啊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啊 大家都知道这些啊 这些行业啊 那么大数据啊 大数据这个 这就整个前面这几个就适合 属于5G的啊 就给5G相关的 你比如说光纤啊 光模块啊 就是射屏啊 就是跟5G相关的 它是5G的一个连接件啊 传输的连接件 大数据的话 你这就是云 云计算啊 大数据云计算 大家都知道啊 这些啊 你比如说我们的近期长得不错的 这个湖北广电啊 就是 呃 这里面云计算和 那里面有一些 这个 我们的元宇宙的啊 你像这个世纪互联啊 它就是 呃 做游戏的啊 当然它也有云计算的 这个范围 有浪潮信息啊 这些企业 大家都去关注一下 那么我这里面 我提醒大家 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些什么呀 呃 就是这个 工业互联网啊 工业互联网 这个大家要重点关注一下 这个工业互联网啊 这个我觉得很很重要 因为工业互联网 未来就是我们的生产 就是要用这种自动化控制啊 就数据什么的 大家都能很清楚 你比如说这个 印含通啊 这些啊 一通试剂啊 这些都是做这个的啊 就是相关的 那么智能制造的话 那就很多了 我就不给大家去 各个别去说了 车联网 车联网的话和这个物联网啊 这两个就是相关联的啊 车联网大家都很清楚 里面有起名信息啊 长得很多的啊 呃 有全治科技啊 做芯片的啊 芯片类的 呃 智慧农业啊 智慧农业 还有什么智慧政务这块 我就不给大家说 数字货币 大家是肯定很清楚的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大家记住这个元宇宙啊 这个元宇宙 大家一定要去关注的啊 元宇宙 因为呃 咱们的股票池里面 也给大家做了很多股票啊 因此说总总体来说 我给大家讲 就是我们 我个人认为就是 呃 未来的一个行业啊 就是我们的数字经济里面啊 涉及的很多 具体说哪个把握上的火爆 不可能上他所有的把握都涨啊 我个人认为大家重点的 关注的就是一个5G啊 一个就是工业互联网 当然这个数字货币 呃 还有什么元宇宙啊 就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从这里面选择一些 估值比较低的个股啊 这肯定是机构 因为这个板块有政策的支持 那么这些板块的个股 必然会受到机构的关注啊 因为大家记住 我们包括咱们的新波浪理论 都给大家说的就是 我们要跟着机构的思路走 那么具体呢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就是说哪些里面有 有没有机构啊 那么我们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大家首先看这个计算机 组营里面啊 计算机组营这个板块里面 因为它包括计算机硬件 计算机软件 就是这些票大部分都在底部 大家看这个阻力750线近期增长非常的快 这说明机构在介入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5G 5G这块 5G这块大家很清楚 就去年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 就是半能体之后的第二个板块 但是大家看5G呢 现在也机构也在什么 尤其是近期啊 5G呢 就是从这个10月份啊 也在加速的介入啊 等这个回调啊 到低位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啊 这些这些方面的布局 咱们大家一定要未雨绸缪啊 就是你一定要先把这个计划做好啊 不要就是我们不知道下一个热点是什么啊 虽然说有可能我给大家分析的热点 不是 但是我们也要做件去验证去 好吧 晚上直播会给大家讲这个 K线形态5啊 都是一些实战的内容啊 希望大家去关注啊 好 好 好